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是马哈嘎拉法会的第二天 按照惯例 今天必须要特别以广轨来共赞扎政以及道伙 二位大神 因为这两尊护法神对于主巴传承来说 有着极大的恩惠与功劳 所以在康巴格寺来讲 我们会按寻往历的来特别共赞这二尊 那么从我们历世以来三百多年 一直不断地在共赞这二尊护法神 那么在共赞护法神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地摆出种种的贡品 这些贡品包含着增长护法神威的兵器 以及令护法新生欢喜的种种的饮料与食品 甚至茶叶或者是衣物绸缎等 所有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是我们心生欢喜的饮食物品 都可以借此来献与护法神 借着护法神获得共品心生喜悦 理所当然的一定会加倍我们 让我们在菩提道上的障碍 得以驱除在佛法的修持上 能够更加的具备顺缘 让护法神也能够 在我们的生生世世当中 都能够来为我们守护 一直到我们成佛为止 在这里要特别讲解的是 有些人会疑问说 为什么要供酒 为什么要供护法 这些不是违背佛教的戒律吗 兵器 刀器 酒精 饮料 这些不是佛教徒应该要远离的吗 当然这些物品并不是给供养者 自己本身来享用 而是现于已经登地的护法神 所谓的登地指的是 护法神全部都是诸佛菩萨 为了驱除行者在道上障碍 而显现出来的形象 因此供兵器的意义是 就像是我们在修行 我们在佛法当中修持 是为了要消灭自己内心的烦恼 同样的道理 我们供养兵器 兵器其实它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佛法当中的正法 像是天龙八部 手中各持着一种兵器 代表着是由八正道 所形象化的物品 而我们用八正道来对质 来消灭内心的烦恼 就像是以兵器来诛杀敌人一样 所以供养护法神兵器的用意在于 以此缘起来诛杀 或者说消灭我们自己内心的烦恼 并不是说违背佛教的戒律 那么特别去弄个兵器 摆在佛教的谈成当中 至于供养酒精或者说酒类 并不是说护法神是酒 而是因为酒在密序当中 所代表的意思是空性 由空性衍生出万法 因此借着饮酒 除了说让护法神能够以此心生欢喜之外 也代表着因为献出表征着空性的物品 而也让行者能够以此来证得空性 因此在这当中所有的物品 从表面上的意义来看 皆是为了让护法神心生欢喜 而其实更深层的意义所指的是 让行者在菩提道上 能够确确实实地往前迈进 而在迈进的过程当中 都能够去除佛法的修行上的障碍 能够生生世世 皆得护法神的庇佑 而最终证得圆满的菩提果位 这是我们共赞护法神最主要的目的 为了让自他皆能够消除烦恼 皆能够证得无上菩提而做的努力 并不是像一般所认为的是 拿着一般的贡品去阿谀 去谄媚鬼神 希望他能够保佑我们 圆满我们一些在世间上的需求 绝对不是如此的 这是我们在共赞护法神时 所必须要有的了解 因此共赞护法神 其实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在菩提道上迅速的迈进 可以让我们在今生 在中阴 在来世 皆蒙受广大的利益 这是共赞护法神 所必须要有的认知 今天是马哈嘎拉大法会的第三天 所举行的舞蹈称为布扎 布扎译成中文是圣子的意思 也就是说今天的舞蹈 是由贝哈勒王的圣子 来献出以十二不赦者的人皮 作为土地之后 让马哈嘎拉在这一片人皮上 来建筑出事业坛城 事业坛城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原本的沙坛城 称为是王国的话 那么有人皮 在人皮上所建造出的事业坛城 就是军营 这是为了在当天晚上 那么所要举办的 烧多玛 消除鬼魔业障的这个仪式 而来有的准备 那这样的一个事业坛城 我们同样的 也会有着沙坛城的制作 但是制作沙坛城之前 必须先由贝哈勒王派遣他的圣子 部长来献出土地 而这个原因是因为 当初莲花生大士将康藏所有的寺庙 都交付于贝哈勒王来掌管 也就是说所有康藏的天地 都是属于贝哈勒王的 因此由贝哈勒王这片土地的主人 那么来献出土地 让马哈嘎拉来建造出事业坛城 是最合适不过的 因此在这个法会的第三天里 我们所举行的布扎舞蹈 就有着这样的含义 在布扎献出的人皮 作为土地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的来 以沙坛城制作出 另外一个事业坛城 那么这个是今天这个 布扎舞蹈的意义 而在八天的舞蹈当中 布扎是最威猛的舞蹈之一 即使是外行人看起来 都会觉得布扎的舞蹈 那么威猛异常动作激烈 可以说是非常值得观看的舞蹈 即使不懂得齐寝 即使不懂得它各种的含义 光是看着舞蹈都能够让人热血沸腾 当然如果能够秉持着信心 虔诚心恭敬心来观看舞蹈的话 那就更是殊胜难得了 所以这是今天有关于 布扎金刚舞的介绍 内部有关于 夏天的舞蹈 的 三 二 二 三 二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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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